今天来做一个超级快手的肉酱面吧 这个面对上班族也太友好了 只需要十几分钟就搞定 每个面条都裹着浓郁的肉酱 顺滑爽口,两碗不够吃 夏日必备的懒人餐,一起来试试吧 准备食材,肉末,面条,青菜,葱蒜,小米椒 先来调一个灵魂酱汁 酱料,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一勺黄豆酱 少许糖 一勺淀粉 一碗清水 搅拌均匀 小米椒切成辣椒圈 小葱切成葱花 准备好200克肉末 加入半勺生姜粉 一勺料酒 也可以制作葱姜水加入 抓拌均匀 这样做的目的 是去除肉腥味 让肉质更爽口 锅中放底油 加入肉末 中小火炒出油 肉末炒到微焦 加入葱 加入葱 蒜片和小米椒 加入调好的酱汁 中小火炒至粘稠 起锅烧水 先烫一些青菜 之后放入面条 面条煮至九成熟捞出 在凉开水中 过冷水 如果想要吃热的 也可以直接拌酱料 冰好的面 淋上肉末酱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调整肉末的量 酱汁的咸度已经够了 无需另外加盐 最后撒上葱花拌一下 就可以吃啦 你也可以加上黄瓜丝 让味道更加爽口 松一口Q弹爽滑的面条 被酱汁裹满的肉末 爽口的青菜 这味道真是绝了 做好的酱汁 如果一次不能吃完 记得冰起来 拌面拌饭都好吃 超快手的肉酱面 你一定要试试 我是CC 祝你多吃不胖